《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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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年以後到敦化國校 我就開始接觸這個禁食語教學 做了慈濟老師以後 從禁食語教學找到方法 就比較不會用動怒啊 發脾氣啊 就用另外的方法來指導他們 然後這樣子也看到孩子 展現出來不一樣的 品德的那種昇華 種下那種善的種子 讓我覺得很開心 進入慈濟最大的收穫 應該是自己 以前很多事情就 比較容易生氣 看到孩子做不好 你就可以說火冒三丈 看得很不順你 可是我們慈濟說 看人家不順眼 是自己修養不夠 你就會 就會漸漸修正之意 然後在家裡你也是 沒有進慈濟以前 都覺得說 好辛苦喔 怎麼 這沒有那個 就甘願做歡喜壽的那種心態 就覺得說 同樣上班 怎麼都我一個人在辛苦 然後就 有時候煮起菜啊 煮起飯啊 就輕輕輕輕 然後故意就 怕先生沒聽到 就故意把那個炒菜也很大聲 然後門也砰砰砰的 有時候就跟先生也很容易爭吵 這是為了說 你家事做太少我做太多 他就發脾氣這樣 進入慈濟最大的福報是 上人的一些法語 都能夠深入我們的心 讓我們能有力量 去面對所有的恆逆